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普通狐妖的妖蛋 法力不够 还是得找到九尾狐的妖蛋 九尾狐 居然是九尾狐 魂阵从李宗盛 无名飞幅射中 五阵凑惊 及其处理令 给我找到那只九尾狐 我要他的妖蛋 秦瑟 秦瑟 你终于回来了 你的伤怎么样 不碍事的 秦瑟 顾云生他 没把你怎么样吗 没有 而且他以后也不会再来干涉我们的事 你确定 我已经和他说清楚了我们的目的 他断不会再与我们为难 我不明白 他 他是阎罗将军顾云生 心中是永远会将天下大义放在守卫的 国师的所作所为伤天害理 他自己也是心知肚明的 你这样了解他 当真对他毫无情谊了吗 对了 关心殿是国师的居所 那里面守卫森严 我想族人十六八九应该是关在这里面 我们得想个办法再混进宫去 这样好清楚的 叫方思 我才刚中了顾云生的九天雷浮 泄露了九尾狐的气息 这邪碎居然来得这么快 你都是为了救我 是我脱炼了你 不是的 这药我们已经吃了这么久了 药销自然是越来越弱 再这样下去 恐怕我们都不用花醒 邪碎就可以找上来了 这邪碎的数目巨大 无穷无尽 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个困难的话 可能时机未到 我们就会被国师发现 若我们只是想要铲除邪碎的话 我倒是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七星剑 七星剑可以斩妖除魔 如果我们能从顾云生手中 拿回七星剑的话 不论国师派多少斜碎过来 我们都可以斩草除根 顾云生 他肯见吗 七星剑 我们原本就是我们的 我的族人都被国师给抓走了 此时此刻生死未卜 我是狐族的兽女 我必须要救他们脱险的 更何况现在这京中邪碎肆虐 商人无数 这些十有八九 都是与国师脱不开关系的 还请顾将军能够看在 天下苍生的份上 与我们夫妇合作 我本不想违背誓言再见 奈何 姐姐这一身酒味 隐身术都改不错 那 那我错了吗 我以后再也不偷酒喝 空口无凭 那我发誓 若是我以后 再用隐身术行偷盗之事 就叫我 如你所见 我不是人 你不害怕吗 顾云师你不害怕吗 你看清楚 我是一只九尾狐 人妖疏土 你想清楚了再说 我看清楚了 也想清楚了 我不在乎你是人是妖 在这世间 我只爱你一个 你我死魚 你我从此相守一生 阻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